還有呢 先前我們多次報導過 雲章地區的地層下線 已經危及到了高鐵行車的安全了 所以現在除了要逐步封掉 高鐵沿線三公里的水井之外 學歷署也希望預定在一百零三年底 就會完工的湖山水庫 能夠開始提供雲林當地的用水 預定一百零三年底 就可以完工的湖山水庫 一百零四年開始蓄水後 將有幾幾藍河宴結合運用 取代雲林地區 每日二十八萬噸的用水量 也將停止抽取自來水公司的深層 地下水減緩雲林地區 地層下線的問題 但有環保人士認為湖山水庫的完工並不是解決雲林地層下線的製本方法 因為水庫主要水源是來自上游的清水溪 但因為上游砍法嚴重 含砂量大增 水庫恐怕無法供足水量 還有可能提早報銷 你最覺得已經是幾幾藍河院做了又把水擋起來以後 雲林地區的地下水沒有辦法補助 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湖山水庫再做起來以後 清水器就沒有水了 那樣的話你整個雲林地區的地下水的補助效果更差 為了解決下線問題 水利署除了規劃在高鐵雲林沿線三公里逐步風景 也要趕在一百零四年中 讓湖山水庫補足風景後的水源 但能改善多少 成效還有待觀察 記者王英雄 雲林報導